裁判员综龙 运动员 实帅 无姬 23号台 裁判员慧思 运动员 锦耀 崔明君 24号台 裁判员 玉林 运动员 判员 杨峰 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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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 张子伟 刘晓婷 运动员 崔旭 韩世依 现在比赛开始 为了准确手 我还有7点输赢 崔旭 你好 韩世依 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请我口令 预备 3 2 1 开始 崔旭获得开球选择权 请双方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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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有7场的比赛 在这个时段呢 是由崔旭对阵韩世依 画面左边崔旭 右边韩世依 依旧还是第一阶段的一个双倍淘汰 80分钟的现实赛抢7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呢 是要进行两天 今天跟明天 全部都是一个80分钟现实的一个抢7的比赛 然后在明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打完之后呢 我们目前暂定的是一个晚上9点5 一个第二阶段的抽签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下一场比赛将会在13点40分 以上来第一局 比赛开始第一局崔旭开球 崔旭啊 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10点啊那一场呢 杨如跟刘坤也是打到了一个最后的双赛的6比6 最后呢这边是刘坤获胜 崔旭上来开球没有球进 裁判这边也是最后去看了一下啊 在14这个位置有没有过到一半以上 其实在这个一半左右这个位置呢 在临场裁判这边自己可以去临场做一个裁决 那他可以判定你这球过没过 韩十一 中带14号球 嗯 稍稍的正了一点点啊 没有打进 看看崔旭 二号 崔旭有中带 单色其实整体位置也还是都不错啊 这颗球有宝的话高杆往左边多推一点 然后呢用上方的黄衣向下再来过渡 这样的话上面台不留球 走的稍微多了一点啊 这个球打黄衣需要侧身 而且手架这里要小心12号球 并且这个低竿向回的方向要控制好 撞到对方花色 那么右边看看缝隙 四五缝隙 右边底带的一个刚好是六号 这个六号球有点离库便进啊 高杆多数是有一点点要吸库的效果 实在不行就右边中带啊 这个七号球也是可以去推一个 觉得没把握 十秒 再换回来 继续六号 小高杆两裤起左边再薄 那么这干球可是有些难度了 并且你薄完还不能让白球上去 你上去的话没得打了 薄完的话尽量还要去吃库的 比如横向勾一下12号才可以 又换啊 再次做调整 等于说每一杆 其实心里边都不太有很明确的方向跟进攻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说 TV台的原因啊 会让自己的这个压力会有点大 需要时间 比如说我可能需要这个 两盘到五盘左右 稍稍的把自己的情绪啊 包括这个紧张的这个压力呢 稍稍的通过时间慢慢的去做一些 缓解跟调整 在环十一 上来看这杆球 要不要打 要不要空 呃 右上 出杆小心 球杆不要碰空三 没问题啊 这杆球其实要求准度还是比较高的 有些难 打进之后呢 现在左下方能看到一个十 继续啊 中高杆发力底裤上来 好打进 1k 顶的不算特别正啊 顶正的话这个15号肯定能叫得到 但现在呢 看不到15 呃右上呢又是没什么好打的 直接就是 别的最近这个 这个 左上 打稍微有点正啊 打进 吹旭 左下方4号球 角度是不错的一颗 角度是不错的一颗 是不是能看得到 没顶到这个5号跟黑八这边 所以说 这白球位也不算很好 而且后面这个5号的右下角还是没有 等于说你后面还要再来挑 有点犹豫 有点犹豫 是不是要低杆直接来啊 哎呦犯规了 打到黑八 自由球 打开啊 比较 Mac 你 Maja 要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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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的听听听听听看 这个招阳 这放车 fem 对的 Glad 其实裁判有些时候 在场上也是一样的 他有时候 他会比这个运动员还紧张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跟责者 在去看着这个球员的 所有的出杆 包括他的衣服 除了披头之外的其他位置 有没有碰到球 有些时候 他会比球员还要在场上压力比较大 当然这个 职裁经验比较丰富的 这个裁判会好一些 右上 登过来 冲带交道 方向还不错 冲币一杆往左边走 争取把这个 左边12号交道 但这位置其实 12叫15这边 后面还会有一个小难度 就是你要推下来 或者横向去顶黑八 钻缝隙 调到12 准一杆 并且这颗球 高杆要往下推 对 要过 要过5号球 要过5号球 推下来 没有办法了 强行拼下 强行拼下之后呢 对右边边空往左上方走远一点 再拼一个 这球本身角度会比较薄 控制好力度 对 再拼一个 继续的右下角 而且这个方向倒还不错 不用太担心 这个白球 主要估计 可以啊 对 哇 这个白球 第一局还是医生疲分 1-0 谢谢 谢谢 vocês 不用太担心 再见 谢谢 谢谢 推下 疯 疯 第二局 韩石一开球 上来加力炸 这球炸的力量还是比较大 不用去考虑出现开球时机 但是因为大力炸呢 这个开球有没有球下 包括这个白球去哪里 这个都是要去看运气 这排球炸的 左边的枯边球跟右边 想清台比较难 先上来薄一杆 看看能不能吃底裤 往右边带一下这个12号 球都太大 没有K到 没有K到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打这个 其他的进攻就意义不大了 比如说你去打右边 翻9号左边中带 然后呢 孙世把12号K活 或者现在翻10 要打这个酷边球了 把这些死球呢 尽量的全部打活 后面会更好处理 这球运气不好 继续的左边有点贴裤 12号球贴裤 有点厚啊 没有进 先停带口道也可以 因为这牌确实是很难处理 双方应该会进行一个 要多回合的这种 垂续呢 还是尽量的 要把这个死球打活啊 比如说右边的12号球 9号球 就是现在应该处理 先打这个左边意义不大 因为你这个 很明显现在能看到 你把12打活了之后 因为黄一跟你相贴的 这个时候已经把 韩世一的这个黄一也打活了 可是现在韩世一其实 打王三一也不大 直接就是7号球 把左上方或者6号球 把11这边 比如挤掉啊 或者怎么样啊 或者帮进 因为你现在这个 出边球有点多 首要的这个任务 就是要把这些死球打活 然后呢 为自己做一些布局 里面做的稍微开放一点 后面才会有机会呢 比如说去青台 打7号球包边 打7号球最右边的包边 白球青青 1K 11号 还是要攻 那这杆呢 帮一杆 对吧 把7去帮进对方的11 但是现在帮呢 这个7号球 就要往画面的右边去走一点 不会完全停在法 通过一个正级的双击 对吧 这个时候其实 有运气 这个时候其实再打右边这两个 稍微有点晚 但还好是在于这边球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 9号球 左上去破坏对方7 或者帮进 再挤对方球 但其实这边 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呢 我打4可以做防守 打7可以叫4 4号球顺势 再把这个5号球这边带开 打7这个20关键球 比如推两阔或者低杆横抬 横抬打进 横抬打进走的力量太多了 小一点其实从左边弹起来 刚好可以打4 那现在呢 看看这个5号球的左下 有下的话轻轻一推一顶 单下之后呢 再去叫4 对方上航抬打进去的转型 非常好 没有 对方下之后就会打入 多了 不错 什么 对方下之后呢 大臣 崔徐这一杆如果想防守的话 打10号球上方的薄边 打稍微薄一点 带一点右赛两空往上 9号15做防守 没完全挡住 下方4号球 黄一 甚至于说9号跟15的缝隙中间 带口的5号球 看这方向呢 左边带口还是不太好打 那么黄一 有点厚 一顶黑八 有这个位置 先来看10啊 这个10号球能不能看得到 10号球能看得到的话 左边底带够下 上手这杆就可以打10了 上去之后呢 先把这个9跟15这边叫到 再打进之后呢 用左边中带的13向下去调这个黑八 太厚了 太厚了 太厚 好继继续到 黄十一 那这颗先看5号 对白球位 发力打进 白球 走的还不够啊 这球如果说去叫黄一的话 还是走的点少 那么现在交到了4 交到4的话 这个球推高杆 不太好去避开 下低杆啊 走两扣 低杆 左赛 绕两扣上来交 借到立啊 挥手十一 不是本意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借力竟是算的 那这样的话 黄一这边还要平 就白球位置不太好 很黑八 好 包紧 继续啊 还能包 右边里的还可以包 还可以 漂亮啊 第二局还是一分 比方二比零 现在左手是薄得非常主 好 好 第二局 好 好 还可以 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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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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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炸得很标准 白球炸完之后 基本在球台中央附近 然后两颗中弹 刚好进球 这球炸得 说实话真是没毛病 就是说 中间在每一盘进攻上 会有一些球处理 我觉得还是 应该是有些压力 没有完全释放掉 看看这两盘已经过去了 有没有慢慢的 把手感找到 压力呢 是不是已经缓解了不少 先看选球 10秒 花色呢最上方会有一颗 稍微有点难 最上方12号球 很明显两侧底带应该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进攻上会有一些难度 还是犹豫不决啊 有些时候这个球 有可能 一杆没办法清台 所以说就一定要去组织好自己的一个思路 三规 如果说你有这个清台能力的话 就奔着清台打 感觉今天状态不好呢 你可以稍微的做一些分解动作 这种球 你又想去奔着清台 又觉得自己手上没把握就容易出问题 刚才也是一个直接的白球吊带 这个 杆法也控制好 还是中低杆轻轻往上走一点点 角度还行 继续 这个二球可以干法稍微低一点 直接这个下低杆边控弹起 甚至于说直接往上交六都可以 因为感觉上这个 十四上方 那个黄一的右边中带应该还是有下的 走了个两裤 两裤没到 一裤半 一裤半的话 这个力度不够 就变成一个正常 还需要去保五交六 其实这个方向保五交六的话 六号球 角度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你想要叫的 六号球角度小 就需要下一点点右赛 不然正常薄 两个过来 六号是一个向上角度 再过来看 他也在看 这个六号球的右边是什么情况 其实顺势打的话 当然还是要 是两次打左上 但是你要是觉得 六号的两侧 比如说左边我没有障碍球 那我就需要再回来 等于说力量上还需要再大一些 这个是顺势 对吧 而且有右赛在里边 你角度会调得稍微再好一点 左边 上方底带 推下 右边中带 黄仪 角度肯定会变得比较大了 这个不太好去调了 黄仪角度变大 那么孙氏后面打黄仪向下 可能还需要去撞黑吧 没打进 没打进的话 这颗球 先来看看崔旭啊 崔旭这边的话 上方12号是比较难打的 如果你要打12 就一定要把白球控制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球 其实后面黄仪这个位置 有机会呢 还是你可以去接力打中弹 并不是你把白球放到最上方 就是安全 你把白球放到最上方 放到右边 前面有提过 这个球其实有机会可以接力中弹 看看韩世纪这边会不会想到 借石操力进右边中弹 不打 不打就打这个六号球 打稍微正一点 轻轻地打 争取全部打住 很轻的力量要 这球没有做好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12号右边中弹 有可能还是有下的 有下的话 刚好可以正常的 比如中高杆推下来 下方9号球 11 10号 甚至于说 你这个球如果能控制再好一点 叫14都可以 等下来没问题 那就来回答 9号 11 10号中弹上去 14中弹 然后这边的14根C8做过渡 5次 5次 10号中弹 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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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点 13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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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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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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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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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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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